好 今天在傳蘇靜強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很密集的在傳的 其實是柯文哲的小水庫 周邊的基金會還有相關 新庫鄉智庫 然後眾望基金會 木可 因為李文中已經被壓了 對不對 這是柯文哲的小水庫 所以檢察官可能在懷疑什麼事情 會不會錢有流進去洗錢 或收回 雨菁你好聰明 就我們知道直接進到民眾黨 跟進到柯文哲的 目前加起來大概加成 佩琪的一百五十七萬 加起來大概兩千萬左右 但是我們剛剛都講過 兩千萬金額不符比例太少 那其他錢會不會進到 這些小水庫 就省慶金是柯文哲的大水庫 這個大船入港之後 進來 要分散 進到很多小水庫 而且你別忘了 柯文哲曾經用LINE 去指示他李文娟說 那個錢還有多少錢 可以用快點 好 給我 就證明 柯文哲對於 不管是新故鄉 或是眾望也好 甚至可能連木可 這裡面的錢他有絕對的支配權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這三個公司的帳 應該是混在一起 因為記帳的應該是同一個人 我在猜會計師應該也是同一個 就那個端木正 但秘書長會經手錢或薪水 秘書長未必會經手 但是他一定知道 因為你所有的帳 你要出帳 要經過秘書長簽字 秘書長一定要知道 因為新故鄉是智庫 他是一個協會 協會的帳沒有做得像基金會 這麼嚴謹 協會帳有時候就是內部的會計帳而已 可是不管是誰管錢 管假設新故鄉也是李文娟管錢 當柯文哲交代李文娟說 你要拿一筆錢出來的時候 李文娟在刑事上 要簽一個東西 給秘書長 秘書長至少要知道說 我什麼錢花出去 所以今天蘇靜強被傳 應該就是問這些東西 所以你從蘇靜強 那個之前那個孫鳳英 陸續被 孫鳳群 陸續被傳 大概檢察官在懷疑說 審慶金的錢 有透過這些智庫 跟這些協會混在一起 然後最後不要進到哪裡去了 別忘了 這個縱望基金會登記成立的基金 是一千萬 這一千萬是誰出的 不知道 現在還要查 而且他跟金華城只差一天 一天的時間 對 所以現在檢察官正在查這些事情 我認為越查下去 應該會越來越精彩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再請教一下小玉姐 因為我們剛剛說 如果說智庫的秘書長 現在被傳換作證的話 因為之前不是講說 木可不是有些員工的錢嗎 是不是他們的薪水 是不是也從禁種來的 這個來來去去 那智庫這部分 是要查些什麼呢 我們先講了 今天是傳這個智庫的秘書長 蘇靜強 但是至少他還是證人的身分 來作證 但不要忘記 早在9月30號的時候 也有傳 也有傳這個智庫 另外一個是顧問 顧問的角色叫孫鳳群 那9月30號就已經傳過孫鳳群了 孫鳳群呢 他當時長達4.5個小時的一個偵訊 而且不要忘記 孫鳳群他最後還被列 那個貪污制罪 違背貪污制罪條例的 這個行使收賄罪的這個被告 孫鳳群後來變被告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新故鄉 如果以這個孫鳳群的角色 他竟然被列為 這個跟金華城相關的 而且是貪污收賄的這個被告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在檢方的認定裡面 他認為孫鳳群 在這個所謂的新故鄉裡面 他是扮演一個角色 那今天這個媒體這邊有寫 他寫說孫鳳群 在智庫協會 不僅是擔任研究員的角色 還疑似是小帳房 金手多比的款項 也就是說呢 這個新故鄉 事實上他就是在跟柯文哲 他們都同一棟樓 二樓三樓就在那邊撈來撈去 他還幫他做這個 金手多比的這個款項 那所以呢 當時四叉貓就有踢爆 就踢爆說政治現金裡面 孫鳳群他領的錢還蠻多的 他領到十二萬的人士費 他領到十二萬的人士費 所以可見他在這個新故鄉裡面 他到底是 這個智庫裡面 當時有一說 因為你要知道孫鳳群的角色是什麼 他是退休老師 他當時標榜是說 他退休以後呢 他利用這個ETF的投資方法 幫自己的退休金翻倍 所以他非常懂投資理財 所以外界有認為說 他是不是幫柯文哲 你的這個現金進來之後 你如果你轉到新故鄉裡面 我可以幫你用投資理財的 這個角色 我幫你的這個錢來做翻倍 這個是當時大家的一個揣測 可是我要強調是說 就是說你這個 這個現在從孫鳳群 一路查到蘇敬強 也就是代表說 這個檢方現在認定說 你這個新故鄉 現在不只是跟政治現金有相關 因為你的政治現金是拿來 政治現金相關 你是拿來用支付你目可 眾望基金會 這些員工的薪水 變成說你這個是除了違反 已經違反政治現金法之外了 另外就是說你這個新故鄉 這個是不是跟這個金華城的 這個匯款 是不是有所謂也有連結 所以你看從之前的孫鳳群 一路再延燒到蘇敬強 所以他不只是只有查到 這個孫鳳群 孫鳳群查完之後 你還要再查到蘇敬強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新故鄉的角色 未來會在這個案情裡面 慢慢的變吃重 跟目可公司可能會一樣 好 所以請教一下晃哥 因為剛剛包括這個 現在智庫這邊也被傳了一群人 對不對 包括之前同中白 然後包括孫鳳群 這些然後蘇敬強現在也都被傳了 一個一個平台都要開始傳了 但我還是比較有興趣的是 省慶金 省慶金接下來還要抗告嗎 是不用了吧 這個消息都被傳出來了 這個態度也很不配合 我剛剛說到 他也不配合 柯文哲不配合 佩琪也說我金流沒有問題 大家都這樣子 還可以講一樣的話 省慶金應該沒有機會在抗告 沒有機會 因為已經被說敲二郎腿了 而且他駁回的時候 那個法官裁定書有加註 本案不得再抗告 所以這是他最後一次抗告了 接下來就是到法院起訴之後 到嚴押庭 那我覺得陳佩琪 如果他他今天問的時間 只有三個半小時 時間應該不長 那三個半小時 如果金流這麼複雜 只問這樣的時間的話 可能陳佩琪 應該就是什麼都沒講 然後呢 可是我覺得陳佩琪很笨 他說那個是演講 跟上節目的通告 其實這個都有資料可查的 因為我們上節目 我們會簽勞報單 柯文哲上節目 也要簽勞報單 先不管他上節目通告費 一小時多少錢 或是他上過多少通告 但是你如果陳佩琪這樣回答 檢察官一定又說 那你上哪些節目 你還記不記得 那檢察官發個函 給他上節目的製作單位 柯文哲有沒有上節目 資料通過 因為這個都要報稅了嘛 所以各個電視臺或廣播電臺 一定都會有稅務紀錄 演講也一樣嘛 哪個單位邀請他演講 好你說威京集團 邀請柯文哲去演講 一次演講費給他五十萬好了 那有沒有賬 這個其實騙不了人 如果查不到 那陳佩琪下一次再傳就是被告了 好今天在傳蘇靜強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很密集的在傳的 其實是柯文哲的小水庫 周邊的基金會還有相關單位 新故鄉智庫 然後眾望基金會 木可 因為李文棟已經被壓了嘛 對不對 這是柯文哲的小水庫 所以檢察官可能在懷疑什麼事情 會不會錢有流進去洗錢或收回 沒錯 許經理好聰明 就我們知道 直接進到民眾黨 跟進到柯文哲的 目前加起來 大概加陳佩琪的一百五十七萬 加起來大概兩千萬左右 但是我們剛剛都講過 兩千萬金額不符比例太少 那其他錢會不會進到這些小水庫 就省慶金是柯文哲的大水庫 這個大船入港之後 進來 要分散 要分流 進到很多小水庫 而且你別忘了 柯文哲曾經用LINE去指示他李文娟說 那個錢還有多少錢可以用 快點 給我 就證明柯文哲對於 不管是新故鄉或是縱望也好 甚至可能連木可 這裡面的錢他有絕對的支配權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這三個公司的帳應該是混在一起 因為記帳的應該是同一個人 我在猜會計師應該也是同一個 就那個端木正 但秘書長會經手錢或薪水 秘書長未必會經手 但是他一定知道 因為你所有的帳 你要出帳要經過秘書長簽字 秘書長一定要知道 因為新故鄉是智庫 他是一個協會 協會的帳沒有做得像基金會這麼嚴謹 協會帳有時候就是內部的會計帳而已 可是不管是誰管錢 假設新故鄉也是李文娟管錢 當柯文哲交代李文娟說你要拿一筆錢出來的時候 李文娟在刑事上要簽一個東西給秘書長 秘書長至少要知道說我什麼錢花出去 所以今天蘇靜強被傳應該就是問這些東西 所以你從蘇靜強那個之前那個孫鳳英陸續被孫鳳群 陸續被傳大概檢察官在懷疑說審慶金的錢有透過這些智庫跟這些協會混在一起 然後最後不要進到哪裡去了 別忘了這個縱望基金會登記成立的基金是一千萬 這一千萬是誰出的 不知道 現在還要查 而且他跟金華城只差一天 一天的時間 對 所以現在檢察官正在查這些事情 我認為越查下去應該會越來越精彩 优优雜傑